李上福呢 我们接下来谈谈魏凤河 前任 前任防长 一样啊 根据这个资料 目前文件 还是被开图党籍 取消火箭军上将军权 终止二十大人大资格 那里面提到的就是 字眼不太一样 就是严重污染部队的政治生态 违规为他人抹取人事利益 收受巨额款项 当然他只有受贿罪 相较以上无害行贿罪 这边提到魏凤河 只有受贿罪 不过比较不同点 在魏凤河的指控里面 有提到了信仰坍塌 忠诚诗节 那这个忠诚诗节 是不是除了所谓的 贪腐跟卖官之外 也没有涉及到 刚才这个伟东提到的 这个火箭军整个部件的 我们还有投射恐的 这个投射警的问题 情报外泄的问题 这个圣平怎么看 你怎么看待魏凤河这个案子 刚才你提到 我念的装潢的事情之外 有没有你觉得 这个魏凤河提到的受贿罪 还有他的这个信仰坍塌 忠诚诚节 因为刚刚讲李尚福的时候 我在讲魏凤河 现在就倒过来吧 还是上次回国 就是到朋友家去 就到杨小平那去 刚好给我开车那个人 就是李尚福的一个老朋友 他们从在兰州基地就一起工作 然后后来一直在一个单位 最后呢到了奇迹部 就专门就是 对外呢是造卫星 对内呢就是造火箭 那些导弹的 其实 非常可能 那个李尚福的那个 贿赂的对象就是 他的前任魏 魏就是他咬出来的 就是他去年出事以后 魏几乎就出事了 因为从魏的弟弟被抓 和他出事几乎是同时 就是我说的那个外科主任 那个是那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些事情 但火箭军的事呢 据我在这个部门工作 有些朋友过讲到过 他说那个地方的贪腐 确实很厉害 比如现在奇迹部 现在几十万人吧 他里面的一些关键的 像他那个研究所里面的所长也好 那些就院长 那些总工的一些都进去了 自杀的也有进去的也有 整个火箭军牵连了很多很多事 就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基本一个信念 就这批人 就除了当时这个贪腐的大潮流 因为魏凤河上去也是 胡温时期嘛 那是中国贪腐到了最厉害的时候 就对中国火箭军那些来说 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反正是用不着的 就不管是发射机也好 就是那些导弹也好 用不着 真的到了用的那一天 这个世界也就结束了 所以等着这个思想呢 再加上就外部环境的裹挟 他们确实是做得非常过分 根本就没想到 这是你这个民族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所谓战略威慑 做了很多很多豆腐大的工程的事 那现在这些事可能就逐渐就浮上水面了 就接出来了 从火箭军的司令 就去年前年出事 可接触了一串的东西 因为魏也好 李也好 都做过火箭军的 就负责任 司令的 他们就是那个系统出来的 那是中国的战略 威慑战略保障系统 可以说是中国的国家的最后一道 就是生死线 出事的时候 大概是出在那个地方 具体的 无从知道 但是大概是没有就是 间谍这个方面问题 没有 我刚才说过 如果有的话 那直接抢笔 不会有今天这个处理 军商这个魏凤娥 就刚刚谈你上火 我魏凤娥在升上将的时候 是我查了一下 2012年11月 也就是习近平在17大上任以后 单独为他有一个所谓的上将的授权仪式 火箭军上下 成立火箭军 他是火箭军首任的 这个从二炮部队变成一个这个火箭军的时候 他是一个首任的司令 一般大陆在中共解放军在为上将军衔举行上将晋升的时候 都是在八一建军节的时候 魏凤娥这个比较例外 所以一般认为魏凤娥是所谓习近平习家军 当初习近平那么重用他 当然除了信赖他之外 希望能够他在军中能够帮习近平发挥一点所谓的军中 军中巩固的这个权力 你怎么看待魏凤娥跟这个习近平这些关系 因为刚才我说了魏凤娥是70年去当兵 16岁当兵 如果他这个当兵的小兵的话 他应该是就军中太子党 就军二代的这批人 那时候像那个68年时候 这个我倒问过好像不是 他就是农民出身 而且他16岁不是他16岁去的时候 那时候王大兵时候去的话 那肯定是走后门的兵 这个兵的话如果他是山东辽城人 应该是从这个三眼那个地方 就是下来的这条线 那么所以我觉得呢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么当然他是属于军二代 这些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些系统 因为这些人反正有一些特点 就如果他能够去 能够做 能够去到这个方面的 当了这方面的职务的话 他其实也不愿意承认自己 好像这个东西是一个 自己好像是有这个子承福音吧 而且共产党回来 也是极力在掩盖这一点 那么最近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习近平在接见军中的一些 就是这个烧壮派的将官时候 他们在自爆家门 都抱出自己的这个加息 就说实际上都 因为他们要跟习近平套次嘛 就说自己是红二代 或者红三代 他们在说这个 但是习刚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红二代比较忌讳一点 所以魏凤和这个呢 我也比较倾向于 相信盛平说吧 就是当胡锦涛决定之后呢 不过是这个谁呢 习近平给他破例 给他落实一下 因为要假如魏凤和不是习的人 习当时做这个举动 有点犯忌讳 因为江河湖都在这个地方中 他这么急于提拔自己的人马 进上将 他开始提上将很紧张 后来才开始 越到后来 随着权力鼓鼓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鼓 而一年甚至受两三次上将 将官吧 一年受两三次 那么但是我还是想呢 说呢 有一点我是觉得 跟盛平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他不会是像 国防部长 因为我刚才讲了 国防部长一个摆设 实际上做国防部长的人 多少是因为在军中 其他系统 他认过要职 这个要职呢 实际上他这个 所以国防部长指 他在上了军委员之后呢 由谁去出席 这个礼仪性的场合 在这点上呢 他需要像军中的 比如像总政啊 还有像一些就是 还有像他的原来的部队 所属的首长去行贿 这个可能性更大 这样才能得到 去替代他们做军中 这个首长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以这个首长的位置 进中央军委 然后最后到国防部长 担任一个须职 那个职务实际上是个虚职 那么在特别毛宗时代之后的话 基本上就是 习明也是嘛 跟毛宗一样 强调党领导一切的时候 实际上他在党的这个中的位置 就是才是真正的位置 在政府或者其他部门中的位置 实际上都是一个次生品 这个衍生品 实际上是党位置中的衍生品 那么还有一点 我觉得呢 魏凤和呢 这个事情呢 就是如果说他什么 污染火箭军的话 当时就是 我有一个判断就是 如果拿掉魏凤和李尚福 是由于腐败问题的话 那么接着下一轮整复 应该军工企业 军工企业呢 现在看起来国企啊 就是军民两用的企业 是整了 比如像核工业部整了 但是七级部好像整的 这个前者还不大 照理说如果真是腐败的话 这两个是应该相关的 因为一个是出售嘛 对吧 这个就是出售方 就是像核工业部了 还有像这个七级部 就是航电工业部 他们应当是属于生产完了 卖给这个火箭军呢 卖给这个装备部 但如果假如他们这个地方 如果要是 如果假如没有被牵连 就说明这个腐败 其实多少还是因为 他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些事情的腐败 而且很大主要是下面的腐败 就把他们给牵扯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上面 有没有人保你的问题 就是共产党在查腐败有一条 比如说我下面有一个人 我用过这个人如果腐败了 一般来讲你连坐也行 说你举人 就这个主意查人不详 所以把你让你连坐也行 也可以不连坐 这就看上面查案的这个人 决定这个案子的 这个这个后果的人 他愿意他想不想保你 如果那就是说 我在某种意义来说 我觉得魏凤河也罢 和李尚夫也罢 他们现在牵扯 最后我们来看他们判决吧 看那个判决是个一样的判决 如果这个判决 如果他们判决的不是那么重的话 就说明他们是受了下面的案子的牵连 所以才有一个呢 他污染了军中的这个风气 污染军中这个 就是他所属的这个军种的风气的话 那这里就可以说 是他治军不言 就像我刚才讲了 在他们的新华网发的第一句话就是 他们没有落实从严治党的这个方针 就说明他没有从严去治别人 而可能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的责任 那么后面的时候收入巨额的管项 收入巨额贿赂 这又是看你去怎么说了 比如像家具了 像什么等等这些东西 他算不算一个贿赂 像这些东西 比如像那个谁 何平先生就讲过关于虚财后的事情 说虚财后的干子 不然让共产党感到很尴尬 就说当时查他就说他是多少万 主要说他这个家伙呢 读过点书 喜欢那个文物 所以说他收藏文物就按照 结果呢 这些文物伐末送到了国家博物馆 结果专家一件这个都是赝品 那要赝品呢 这个东西就大大打折扣 那他就不构成当时给他定罪的 那么大的这种受贵罪了 但是呢 这个文告都发出去了 对吧 那是因为先查主管 才把这个东西伐末之后 才能送到国家文物 才做了鉴定 就搞得很尴尬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这个呢 这种就是贪腐罪 对于整官员来说的话 这个罪罪名是可以收缩的 那有一种跟我讲说 你作为省委书记的第一秘书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如果得病了 那省 因为你 人说就省委书记的第一秘书的话 就叫做二号首长 就说县长啊 什么这些要想见这个首长 他写中要 能不能看见你会既可拿作用 这时候说 即使就是他的这个父母病受 接着呢就是所有的县长和书记 都在往那个地方医院赶给他去送礼 他真的不知道这个钱 哪怕就说一人哪怕送2000块钱人民币 那么就是等于一个县就于4000人民币 那他真的不知道这钱是谁送的 所以我原来觉得有个巨额财产不明罪 我觉得这个罪他们纯粹是贪官不想说 反正他们告诉他还真的是 中国的那种官员 手握重权官员 是有一笔财产 他知道是别人送他的 还真的不知道是谁送的 但是差不多就是 是要求求他的人呢 都得送 差不多县长啊 和地市的这个首长 都要给他报名送礼 而且随着级别的不同 送的礼数呢 是礼金数是不一样的 包括他有什么结婚 他孩子结婚啊等等 都会有这样的这个送礼出来 所以这个巨额财产就说明 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 一般来讲呢 比较聪明的官员 拿到这笔钱就马上 给什么希望工程啊等等 他就给他捐出去 或者他不会交给纪委 一般都会挣个好名声 这样的话 由真查到自己头上 你也可以免于 就被作为腐败官员落马 但是呢 好多人就把钱放在那 他没处理 这样的话就 到时候就会定到一个罪名 OK这个韦东 也要请你谈一谈吧 这个魏凤和跟这个 李尚夫的这个案子的不同点 当然我刚才提到了 最主要是说李尚夫 还有行贿罪 魏凤和没有 那另外魏凤和有所谓的 这个忠诚师姐 他是不是有恶心呢 这个东西 这个不能当成一个司法的 一个东西提出来 所以这个现在 因为他是在开除党籍的 这个说明下边 所以有共产党的一套要求 你不管是忠诚师姐也好 或者说这个 这个这个行为不端也好 等等吧 这些东西都属于党籍问题 你说把这个问题 这个他就是 因为是由共产党的机构宣布的 他就连党籍在形式两栋一块说 这个这个其实党籍 那个部分的因素 并不是很强 你说君涛说 这个纯粹是一种 政治上的这种倾斜也好 或者政治政治这个这个处罚也好 我也不能反对你这个说法 但是你说这个因素有多大 这个这个才是主要的 这恐怕也也也也很难说 因为呢 我给你举个这个这个基层的例子 因为咱们也认识不了那么多大官 这个这个因为这个 最近老是跟这个家里边啊 这个国内一些朋友 问一些具体的情况 你比方说这个这个 现在就一个开车酒驾的这个事 我就前不久的一个一个亲戚的孩子 已经是处长了 而且他是他是这个公安系统 这个这个开车出去呢 这个这个晚上 这个酒驾了 然后呢被交警查了 他本来就是公安公安系统的处长 当时你不管说啥 反正这个这个具体这个交警给你查了之后 你也吹了那个东西 这个这个也必须这个你就 你拿什么证件都没用 你怎么打电话说啥都没有 反正非把你拉去这个这个做那个抽血的检查不可 抽抽血检查 就是看你是醉醉价还是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还是酒驾 这两者之间差别很大 醉价呢就入行了现在 就是醉价就必须要这个这个这个判刑 这个酒驾呢 这个是可能这个这个罚款 然后如何 然后最后查的结果呢 算是酒驾 这一点倒没有啥作假的 但是这套记录这个出现之后呢 你就就没招了 就是这个这个现在看 这两天我问这个情况 因为是因为是个亲戚的孩子吧 就就就说是这个这个处长肯定就保住 你谁谁说清都没有用 这个这个如果是被这个纪委系统查到 比方说经常跑到这个饭店去抽茶呀 什么之类的 这个查到你这个工作时间 这个喝酒 或者说这个这个请被被被请客 这种事呢也是怎么逃都逃不掉 就说他里边已经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他形成了一套程序 你比方司法角度上有人有人举报他 或者说那个这个是实名举报的 那你不查就不行 查出来之后 如果核实这个实名举报的人 哪怕是个特别基层的人 这个这个只要人家是实名举报的 就得就得正儿八点对待 查实了是这么回事 你就非处理不可 就谁他进入了一套电脑系统 进入了一套那个执法程序 然后这个这个底下有人咬他说 我曾经给他送过多少钱 超过超过多少的比例 这个这个这个算就算行贿 这个行贿受贿这个起罪点的 中国这个官员里边仍然很很低 就五千块钱人民币 达到达到这样一个一个起罪点的话 那你就谁都逃不掉了 就只要有人举报说这个 我确凿这证据确凿有银行转账记录 手机微信转账记录 这东西在这儿 而且这个东西进入了纪委系统 或者监委系统的这个 这个具体办案人员的这个程序 这个前面这个初审 那个那部分笔录都有 你任何人都敢 所以这个你说魏丰和也好 还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李尚福也好 都极有可能 都是这个不是他当国防部长 我同意这个君涛署 国防部长就是个样子 中国的国防部下边是没有官员的 就没有行政执行系统 不是正儿八经 有一个部 连下边的司长都没有 甚至这个 我这两年咱们听说 谁是国防部副部长吗 好像没有 国防部连副部长都没有 这个就他 他等于是空架 他是这个军队系统 是靠军委那条系统来运作的 原来这个这个 国防部里边的具体的涉及到 这个因为国防部是 等于是军队系统的外交部 他就只管外交的这个这个系统 这个而且你也你也看不到 国防部下边有这个省一级的 说省国防部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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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山东省国防部 哪有这个东西 没有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一个 这个外交部里边的这个 就是军队系统的外交外交部 对外礼仪性的一个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李尚福也不是军委员 所以呢他他里边的行贿社会 很可能是他在这个这个这个 担任这个航航啊 这个这个包括那个那个导弹呢 整个这个整个这个系统里边 那一套人事当中发生的问题 嗯 你说是不是有他给魏凤河送礼 这个是有可能的 比方说这个最后某一个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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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部长的职务 担任上将之后 这个不能排除 但是更多的包括魏凤河 可能都是他原来上下级关系 那个系统里边的人事问题上 有人送礼而且送的钱都很大 这个这个最后被查出来 被查出来也不是自己主动交代的 而且而且魏凤河都退休了 就是原来的某一个案子牵扯到了 他下边的某一个军长 某一个师长 某一个政治部主任 就由于贪腐的 那个政治部主任可能是被下入的 某个处长的这个被抓住 咬出来的 咬出他之后让他继续供 他说那我还给那个那个 魏部长送过钱 送了多少 然后一笔笔交代出来 然后这就那你的整个在纪委系统 军纪委系统被查出之后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以谈的 就像我刚才说 那个那个酒驾醉驾似的 一个酒驾处长就没了 就就就非非免之不可 然后如果是醉驾 就一定要脱警服 就入行了 人就就就开开出公职了 这个酒驾现在看能不能脱警服 处长没了的话 能不能脱警服 现在还在还在做工作 因为在这个政绩啊 这个业绩还都不错 内部有人保啊 如果能不能保得住的不一定 就是因为这个吃饭 还不是去吃别人的请 自己家里人吃饭 完了回头觉得不在意 然后就开车也没多远的路 一出去这个就被交警查了 查了之后 这个吹了那个东西之后 就是个酒驾 酒驾就得处长首先就免了 立刻就免了 证明了之后 然后说是不是要脱警服 那现在还还还还在求情啊 这个找人啊 领导帮着说情 这都很难说 脱警服都极有可能 那现在他已经形成了一套 程序化的处理方式 你任何人想瞒都瞒不住的 习来说话 说这个人他就算受贿 我也要用他 提也不敢这么说 他也不能开这种先例 那个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我查了一下呢 就是魏凤和出事和那个是 和李尚福差21天 就晚21天 所以 一个8月31号以后 一个9月21号 对这个要 咬出来的这个概率呢 应该很大 一般进去的人 他他总会要立功 他会就是供出些人 对 我在Prinston有一个朋友 就是他他在国内呢 跟那个 跟王岐山那么都很近 他身边的人 王岐山身边像董宏啊 这些都进去了 都是他们的老朋友 所以他其实自己本身 并没有任何事 我相信 但他就说 他根本就不敢 就是 去冒那个险 去回去 因为那进去的人 他总要 要推卸一些责任嘛 你已经出来了 那天然就该你背的 可能一些默契有的东西 就会背在他身上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那个 他们两个人的事呢 可能还会 就是你从那个判刑的 那个 就现在讲的 不会是太重 但也不是太轻 因为 中共它就是 纪检 它有六个标准 就是 那六个标准 分别就是什么呢 就是 它叫做党的六大纪律 第一个呢 就最严重的是政治纪律 就如果是投敌叛国 这属于那个政治纪律 第二呢 它叫什么呢 叫组织纪律 第三才是连接纪律 在那个连接纪律后面呢 分别又是什么的 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 最后一个才是生活纪律 就是非常可人 秦刚犯的是最后一个 是生活纪律 现在从这个魏也好 李也好 他们 从判刑 就现在就是 没有还没判刑 就是 拿出来说的 应该是第三个 把连接纪律 就是没有提到组织纪律 和政治纪律上面 好 这是李尚伯跟 这个魏凤夫的案子 秦刚案子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看看吧 看看还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因为把握把握时间 我必须把这个议题放到下一个议题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